科技富豪马斯克发文公布 旗下SpaceX公司第一艘飞往火星的星际飞船将在两年后发射 马斯克表示首批发射的星际飞船将不载人 以测试完整着陆在火星上的可靠性 如果发展顺利 SpaceX将在四年内进行首次载人飞往火星的计划 鸿海旗下的夏普进军电动车 利用鸿海EV平台研发的概念车LDK Plus 将在九月中旬首度亮相 在电池方面将支援太阳能充电 并提供外部供电给家电使用 日本汽车龙头丰田汽车 传出已将2026年全球EV产量目标缩减至100万辆 比原先目标缩减三成 不过丰田将扩增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车产量 7-11母汽 日本零售商7&i 以开价货低且充满监管风险为由 拒绝了加拿大领售巨头 ACT公司价值38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 不过有外媒称 ACT仍不放弃并购计划 准备再次对7&i提出收购邀约 且不排除敌意并购7&i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